洗发水一买买食品 你觉得你那个头发能洗得完吗 这是这是 还有这个鞋子 这个鞋子是打折的时候为小孩买的 就在那囤着的 等它合适了就可以串了呀 那小孩脚它是天天涨呀 你买那么多 它真正在能串直双呢 是不是 下面是洗发水是吧 洗发水还只是一小部分 硅子里面还有 当时没有派全部 天地精华 什么玩意儿 泡泉水 那下面是什么 就是每天拿着筷子 啊我买洗发水是因为 就是超市打折的时候 我就去买了便宜啊 不是这是什么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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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 啊这是一次性买的 不是的 他是什么情况呢出性款 他无论在这之前的一个 喇叭用了一个月 只要去有性款出来 他必须要去买性的 这很正常谁都喜欢性的东西呀 我以前买的 我内存小了 我就想换一个内存 大的不很正常吗 这也花不了两个钱 几千块钱 又不是买不起 你毕竟我们俩有两个小男孩 他们以后长大用钱的地方多 我们现在虽然条件要好一点 但是我们要为他们以后做考虑 是不是 哪里有你这样花钱的呢 我怎么花钱呢 我我花的钱 我就是为了省钱呀 那买洗发水就是打折啊 打折才买呀 咱们都说洗发水 咱们说说 为什么每次出新您都买 就得不想用了 你用了 就时间又长了 不想用了 然后就因为这个离婚了是吧 对就是因为他九后多数落我 就数落我这些东西 就离了 就离了 谁提出 他提出离婚 我提的啊 啊 他他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我我还跟他还还跟他过下去啊 肯定要理啊 你就同意了 当时我也生气 我也在吃头上就同志了 啊 后来呢 后来离婚了吗 他也没找过我 我父母 劝我吗 讲他身上的优点 我想想也是 离婚吗 给小孩影响也不好 我就又找他复婚了 离婚多久复的婚 大概 半年吧 咱往下听啊 第二次为什么离婚啊 后来复婚了嘛 就很快就生了第二个孩子 然后呢 他不当对我不伤心 他对孩子也是一样 他对孩子也不好 孩子生病了 也不带孩子去看病 什么就不带他看的 他不就顾名吗 那时候小孩 脸上肾上都长一块一块红的 就是好可怕 就是我就讲 要赶紧到南京去看 他不愿意 因为我们马安山 也有三甲纪冤啊 为什么要到南京去看呢 我肯定是要到大城市去看 对吧 小孩生病了 你不到大城市去检查 马安山也挺大的啊 不要说家乡都不好啊 没有不好 就是你想啊 生一个病 肯定到大城市 去没去吧 放心 去没去 去了 我一个人带小孩去的 你干嘛去了 他不去 我一个人认为他是小吃大猪 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常见的过敏 不是要到省会城市才放心吗 再说去南京也不是很远啊 是去南京不远 有一次小孩普通的感冒 我说我们就在我们本集园看 他不干 他讲 我无论如何 我要把它带到南京去看 我们马上 这南京市井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开个车子 去高铁站 你从高铁站坐到南京 再从南京坐之前 还要倒车 一开个病 你整天时间 全部给弹务 那为了小孩付出这点时间 也是值得的呀 小病你干嘛呢 怎么是小病 并没有小病 这小病不开 就发展到就很严重了 他就是怕麻烦嘛 不想去